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就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蓝鲸了 那它们究竟有多大呢 据说目前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 它们不但体型高大 高度堪比我们十几米高的建筑楼房 长度也简直到了令人惊叹的长度 足足三十多米 而且它们的体重也是令人则舌 都是以吨来计量的 那小伙伴们知道吗 蓝鲸的舌头据说就有四吨多重 就更不要说这可怕的全部体重了 足足有180多吨重 这即便是用大卡车拉 也要拉多少回 才能将这将近两百吨的蓝鲸拉动啊 这样大的体型 小编完全被吓到了 也许就是因为它们的体型 所以它们才被叫做坤吧 而这么大的体型 每日所需的能量自然不少 导致它们的进食量也是相当吓人 当然 小伙伴们可别因为它们块头大 就觉得它们食物块头也大哦 它们吃的东西都不大 主要是以不足五厘米长的零虾为主 简直让人嘖嘖撑起 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 蓝鲸每顿要吃的零虾也是很多很多的 甚至它们每天所吃的食物 就要有五吨之多呢 而如此多的食物 蓝鲸没法一支支去捕捉 而是饿的时候 直接张开口 将周围所有的鱼下一起吞入肚中 再将海水通过精蓄板排出 对这种世界最大的海洋动物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